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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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看港股表现,要跌,跌377点,跌少了,再看大市成交,依然都可以的,依然是过千亿成交,我没记错,连续七个交易天,七个交易天都过千亿成交,所以港交所去一些高点的位置,今天要杨茜茜坐走, 有很多东西要跟委員长讲,第一,腾讯份业绩,第二,派未团,第三,前瞻下的9988份业绩,还有一个,扔一下飞标,明天就叫做阎南,有新东西看,又是在传,究竟是周期果,还是B站,还是快手呢,中金又课了几个出来,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的program,设计已经有1单了,逐个逐个查看,好,先讲讲 宏观大事走向,我开个恒指图来看,今天都以为可以扮演,站在18000点楼上,但现在暂时跌390点,延报17865点,是不是有机会继续往上去挑战,还是整固的格局居多呢,威sir交给你说一下,暂时看回来,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恒指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 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大的反弹了,总共反印度超过3700点,累计也反弹超过25%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中间现在有几百点的回,其实很小事而已,升了这么多,有些调整,或者有些获利盆出来,我觉得很狠狠而已 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两条线,一个位置淡住了,就是蓝色那条五十天线,还有这两个,就是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你看到现在是大概1700左右,17159,大概这个水平,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下面的位置就看一看这个位置,跌多几百点左右 整个技术形态来说,向上升的形态,暂时来看是没有变化的 如果画两条线,有条上升轨的通道在这里,也仍然在这里,所以我暂时来说,也未看得很淡 因为另外还有就是,成交也能下跌,ROM也提到,连续七天,是吗? 是的,连续七个交易天,成交也是过千亿的,即是说市场真的有水的,有钱在这里,技术形态未被破坏 所以接下来,即使再调整几百点也好,仍然会看得好一点的 另外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再看远一点,就是接下来十二月 十二月是一个什么月份呢?就是基金粉饰厨窗,window dressing 的日子 因为有些基金,就是我听闻,有些基金是什么呢? 有些客户只会走到基金那里,即是在那里吵 因为今年2022年,大家知道什么事,跌了很多 有些客户走到那里吵,只会说,你没有帮我看着货的吗?没有帮我止蚀的吗? 那么表现就差一点,当然没办法了 即是你生意好的时候,人家就拿个水果揽上去 生意不好,人家就拿刀上去 所以anyway,2022年大家都知道是差的了 所以未来十二月,我觉得有机会在基金粉饰厨窗的情况之下 都做得好一点,加上刚才说了,技术形态未破坏 十二月基金粉饰厨窗,大股成交亦都配合到 所以我觉得暂时不用这么惊恐的 去到刚才说的那些位置,就可以考虑看看有没有什么货 可以吸收一下 好,那么威sir,我们再说多一点点 恒指又这样走向 刚才说了底部大概接近五十天线 17159左右,但要加上美股那边 美股新来指数是回吐的 刚刚虚拟货币的市场又有少少麻烦一点 FTS的事件 未来也有很多继续发烤 Coinbase又估计影响未反映 虚拟市场有些问题 现实世界回来了 昨天射到弹去波南 然后普京又出来讲温 主席又跟拜登有些事情聊 好像会出善意,办事也好 其实国际舞台上都很风气云湧 老实说,开关不开关 市传也有很多消息 现在不体验核算 但反过来,我们得出的数据就是 广东省也挺夸张的 好像爆得很厉害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有些朋友 譬如去完东京,或者去完Banggok 一来不是去哪里,不是回家 一来就已经去了足够湾 为什么 他一来就已经有两条线了 很多时候 东南亚 他下机的时候查询 是的,东南亚是很厉害的 当然,今次他们 我通过WhatsApp 问他们 如何 其实都是来得去 来得快 走得快 意思是这样的 疫情会会进一步发烤呢 再加上就是刚才所说的国际事件 你觉得 当然,港股 分析厨厂和港股 跌低美股很多 你自己看环球金融市场 而且美债息那里有没有机会继续夹下去呢 港股第四季至下年年头 还有没有运行呢 是的 因为我看过图 我拿了一个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债券知识图来看 拿来和股票市场做比较 发现都有一个反向的关系 就是说,简单来说 总之现在美国的债券知识率已经回落了 是 亦都跌穿了4厘了 去到3厘6厘了 那当美国债券知识率下跌的时候 那股票市场是上的 是的 那现在预计呢 未来的知识率有机会会再下去 是的 由之前4厘多 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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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就是總統特朗普強勢回歸 他只是想出來選,選不選就好話 不過有時市場傳譯都說拜登是出陰招拜登 什麼陰招,就是搜尋他的東西 不是,拜登在國際舞台,跟中美關係經常消奇奇,放毒 有封心片,又搞約名,CLO 但特朗普反而只是打嘴炮,說一下我們是朋友,這一刻不是朋友 實際上,中美貿易,說中美貿易戰的東西好像是很大件事 反而拜登上場之後,沒有用中美貿易戰,反而那些東西反而停止 威Sir,讓你多說一下這方面 這是對的,說為什麼要提到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呢 因為大選前,即是2023年,即是明年,一定也是要整齊盤數 為什麼呢?你不歌舞聲評,你怎麼連任 你執政黨,怎樣要別人投你票 所以其中一個戰績當然要說,我們很成功地壓低了通脹 未來見曉光,再給我四年,當然是這麼說的 所以預計,未來2023年,明年,都會做好一點 另外,如果特朗普出來選,當然會有很多方案出來 還有現在大家都知道,整個美國的國民都最招著美國的通脹 大家都覺得捱得很厲害,所以他們一定會想辦法,怎樣都要壓低它 在這樣的情況下,剛才提到,你壓低通脹,美國債券資息率下降的話,你的股市就會好一點 所以,接下來我還是會看好,我個人覺得,有機會港股在大概14500,000這些位置已經見底了 接下來可以改善一些,但是當然,你說有些人又說,想回2500,000那些 我覺得又誇張一點 因為剛才你提到,外圍的戰況,剛剛波蘭那裡,普京出來說,說不關我的事 他說是烏克蘭那些反導彈,反彈導彈,自己誤射了一個蓋子 自己激強還是怎樣,總之就沒什麼 所以整件事,又會繼續在接下來再談 但怎樣也好,暫時看,國際戰士,起碼不要進一步惡化 暫時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看看有沒有機會接下來可以再上一些 好,環觀的事況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在留言坊跟我們互動下 今天,重中之重,先講一下談訊 出來的業績不算太差,還有1%的勝負 不過,問題來了,劉慕平就不玩3690那個不錯的非執動 很明顯一個割開的,又派3690 我不知道是不是見過外賣業度增長已經到了高峰時期 搞到美團就要跌7.2% 其實呢,最低是149,即是多跌一元計算 大概跌7.5%左右,計算兩度 威Sir怎麼看呢?騰訊的業績 以致,如果持有3690來說,會不會這個位置就是以後的頂來的 150元,其實我猜很多散戶 之前渣未團的,都頗猜不到這一下的 因為市場傳 好了,你叫做騰訊派股份,之前派京東 大家有時候會想,派些差一點就算啦 就是見過市場,不是多好 派一隻772,派些1024就算啦 但是沒有這樣發生 反而就派一隻,傻下一些股份 派3690,有現金錢回合的 你十手,給美團你大概1,600元左右 如果當收息,不錯,其實不足的 好了,威Sir,交給你去講講這兩隻股份 首先,因為同一時間,幾樣東西要講的 第一,就是騰訊的業績 其實它第三季的業績比市場預期更好 比起前一季的恢復盈利增長 其實是進一步加速了 其實本來這件事是不錯的 因為淨利潤增長是18% 還有一件事很棒的 就是重發遊戲管道 有些新的遊戲出來 遊戲這次還是很厲害的 市傳 可以比美島之前的黃者榮耀 和平精英 那些說得那麼厲害 估計論如何也好 起碼釋放了一個善意 中央說,不是掌握得你那麼緊 比你的遊戲板好 之前大家整個2022年 頭半年等了很久 每次都沒有騰訊份 現在起碼釋放出善意 份業績有對版 應該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騰訊曾經試過 現在都在跌 現在要跌,但跌不足1% 其實銀利潤也會有 不過今天最低的話281元 其實大家怕會不會拋回來 市場不接受業績 其實今天都挺驚險的 你說一開始的時候 衝高過去299元 會不會一直暗暗的下去 10點多,281元 那個孤兒波褲多誇張 接近20元的訓練範圍 如果你說什麼呢 那份業績其實就比市場預期好 不會因為那份業績 令股價跌下去 其中我個人覺得 股價為何會有調整的原因 其實ADR那邊 公佈的業績出來是去到305元 是的,但你會發現為何開不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派這個美團 這個我們就要再講 如果呢 阿欧可不可以 這個圖,旁邊有個CEO 你按 然後按上面 右邊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騰訊現在持有的 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大家看到了 那時候大家就猜到他 那時候派隻9618之後 大家就猜到他接下來派哪隻 曾經傳過就是派美團 甚至乎傳完之後 騰訊出來澄清說我不派 然後又再傳又說會派美團 曾經試過傳過三次 結果今天就真的派美團 那派美團又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本來你派美團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派美團背後的意義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無緣無故又要拆骨 又要派美團 那是不是就是說 反弄斷的監管 其實還未完 如果你肯鬆手不再監管 反弄斷完整件事 那他為什麼要派美團呢 所以現在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害怕 第二令到他旗下的股份都害怕 美團也一派 那下一隻又到哪隻 上次派完隻9618就說到美團 現在又派美團 那下一隻又到什麼呢 所以現在大家就好像捉迷藏 看看下一隻又到哪隻 我覺得下一隻派這些 快手 你持股量是56.46% 快手如果真的市傳 明天有機會收市之後驗藍 那你可能成功一陣 然後我又 賺錢 騰訊也可以用這個來做指標 我們看巴菲特買台積電 衝進去都是為贏錢 是的 沒錯 好了 威Sir繼續說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看到騰訊都算硬正 分業績的確是好 還有你現在持有騰訊 你都未必顧著 為什麼呢 我先拿一隻美團 可以等隨正 所以接下來的股價也會硬正 不過美團就一般 我們又看看美團3690 好 好 好 看到跌7.5% 其實跌得算少了 比起當時的9618 為什麼會跌得少呢 兩個人 第一它已經是很高位 四百多元跌下來 因為已經是很低位 你想想一下就是 你不是四百多元的時候說派 你現在只剩下百多元說派 所以跌幅已經會有限 第二就是剛才也說 之前已經傳過三次說會派美團 所以可能大家都覺得 終於真的派了 無論如何也好 美團在這種情況之下 短期內當然會受影響 所以暫時來說 反彈也未是時候 大家要有些心理準備 你想看美團怎麼走 你就看看當日的9618怎麼走 當日的9618也是先跌下去的 但也跌得很深 最後臨尾才慢慢跌上來 但現在才是第一天 所以跌幅肯定未夠 不如是這樣的話 不如再等一會 觀眾Eric也有問 3690跌到什麼位置可以入得 出現圖表上有沒有止跌的訊號 好了 我再說一件事 那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無端端蒸發了八個百分比 我真是普通的股問 可能之前 早幾個交易天拿著美團 想著 這些位置 一七幾的時候 買了些貨 越跌越有 越跌越有 來到這裏 好像來捉黑心陷 想溝貨 第二個操作就是 第一想拿貨 第二想溝貨 那兩個位置都可 有沒有可以給觀眾朋友呢 可以的可以的 Eric Fun 你可以看看 首先我們看二十天線 現在二十天線 在說一四二點 對 一四二點六 對 一四二點六 就是這個位置 那條紫色的二十天線 你看著 如果這次跌下來 能守得到這個位置 或者去到這個位置 你想搏的 你便試一下 拿少許 搏看看能不能彈到 當然 你看看能不能衝下去 你看到一跌到這個位置 可以守得 沒有跌下去 那你便可以買少許 搏一搏 看看能否有反彈 另外紫色的位置 就定在之前的一一二點八 那位置 是 這個位置 是不是一一二點八 是的 很可憐 如果下到這個位置 如果下到這個位置 你便一定要離開 以美團 在恆子成份裏 拳重 那隻 如果一一二點 也會下降低 即你下降到一萬六 萬五點 這個價格就是這樣看 另外日子 你要看看 就是除淨之後 就是看派貨那天 即是七零零 除淨 除淨的口也不要緊 你要看他派 即是甚麼意思 你反過來的角度就行 如果你現在是騰訊的股東 你持有了十手也好 二十手也好 接下來他便會派給你 可能你不想持有美團 我只是想拿著騰訊 那你會怎樣做 到貨物在你手上 會怎樣 你便會沽 所以你要記住 派給你那一天 到時那一天 沽壓可能會很大 你就要留意那個日子 大家便要看看這件事 因為都比較大 要用多一點的蝙蝠 這些都是恆子權重股 第一 第二就是很多散戶都會拿著 另一隻很多散戶坐貨 就是大家幾失望 就是9988 真的嗎 真是 它是行得衰過3690 9618 700 反彈力道沒有 反彈信號沒有 放榜之前 股價還要急回 這個都是 那些卵商自己出 但是雙十一條數很透明 是不是已經沒有驚喜呢 而且再加上就是 叫做收市之後出的那份業績 是不是大家都看得差一點呢 75元的阿里巴巴 你的看法又怎樣呢 那觀眾朋友 Fionne都有問 9800怎麼看 是不是跌到65元才買貨 一次過搭搭觀眾朋友 和威Sir 都做一個前瞻 放榜之前 阿里巴巴呢 那時候已經說 都麻煩了 為什麼呢 沒有了馬雲的阿里巴巴呢 就好像一個沒有了靈魂的驅寒 但有它又是煩的 有它又是煩的 有它又是死的 但是現在沒有了它 那增長動力沒有了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 雙十一說低調 沒有公佈那個數字 為什麼呢 就是現在不想你這麼高調 不想你有一個壟斷 一來就是你們那幾家人都玩了 那現在正在反壟斷 所以又不讓你這樣 所以這些全部蛛絲馬跡都看到 中央那個監管仍然存在 那個監管仍然存在 代表什麼 代表你接下來 都很難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是麻煩的 如果你說99800怎麼看 會不會到65元 65元就是之前的低位 是 是 60元20 60元2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你說到65元 又是看著20天線 20天線67.65 67.65 你先看著這個位置 總之 現在彈到上來的這些位置 我就不會追 一定不追 買這些股份 千萬不要心急 千萬不要心急 反正 現在這個 仍然是一個封眼的位置 因為你看到中央的行動 你看到騰訊繼續要拆掉3690 你看到雙十一 不敢那麼高調公佈的數字 全部為何突然 整個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整個那個 從以前那種高峰期的環境 根本 生態環境都已經不同了 賺錢都不敢說出來 是 那你就知道什麼情況 所以不是說不行 不是說不可以反彈 那你先等它下來 這樣直播率會高一點 嗯 今天就想說多兩隻 整個板函子裡面 只有三四隻股份升 就是藍籌股 我意思是 升哪一隻呢 升一些電能 升一些 有幾個避險的 全部都是電能 那些公用股 有幾隻升 反而是2382 就是我進來直播率之前 都升的 那2382和2018 又搞哪些貨呢 我想問他們 就是打口 就是 以前我們說這些手機 Marvel 都是共生體 反而是美國制裁 或者搞你 你就自己搞到出貨量 或者那些等等 好了 現在他們倆互相比賽 那你看法是怎樣 這兩隻我真的不看好 最多是極其量 為什麼這次會反彈 這次市場上升了3700點 剛才提到 反彈了25% 那你基本上 什麼股都會彈 基本上九成的股份都會反彈 再加上如果拉圖遠一點 其實跌了很多 就是你不要以為 特別是瑞昇 你看看圖片 你看看圖片 這些是濕濕碎 你不要以為它升了很多 瑞昇我們打趣的話 2018 就是由2018開始一直跌 就是2018開始跌 可能跌到2028年 那時候多少錢 那時候多少錢 150元 跌到只有17.5元 你想想多誇張 大哥 它不是四五線的故事 它是大男丑 所以你跌到這樣 就無法思考 第一 大家看看 現在換手機的時代 都不同了 不是以前 大家站在Apple Shop 那裏等拿機排隊 然後立刻有人跟你收 那時候 那時候先達很旺 現在大家看看先達的牆 上去很多 變了貨倉 最慘的是旁邊 我那天 駕駛經過旺角 先達旁邊是先師 先師 我印象中 首先先師百貨 先師百貨 之後就好像出租了 給八路會定的封閘 現在是賣口罩 還有那些開倉 賣風扇的那些店 可能是一個月後 見不見了那些 是呀 現在 其實你認真去看看 某些 舊時香港旺的地區 其實真的有很多吉普 是呀 是很恐怖的 那些吉普 你出旺角 那些吉普 那麼多 都不知道怎麼搞 就是呀 香港經濟真的很大問題 其實是很差的 真的很差 所以其實真的應該要盡快 零加零 這個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回不了頭 但是你反過來 剛剛今天公佈了 你的買車人士 你知不知道 新加坡那邊 擁有些 富豪的車 我也有看 Business Focus 那些富豪的車 是呀 新加坡那邊 有另一種說法 可能政府出來說 我們現在電能車普及 就算有錢人都響應 這個低的碳足跡 滑保 你不見香港 我們香港的Tesla 會比對面多 不要看自非博 這個我又相信 但是 我又相信香港的電能車 比新加坡多 是啊 它又有一個這樣的角度 我也覺得自己 開始適合做政府 但是那些電能車 不是富豪開的 是不是呀 那可能那些富豪 請司機 在家真的不坐Benny 坐Tesla 我不知道 還有你現在拉到很貴 昨天有一架i7 寶馬在海江城 有一個新車i7 200萬 電能車 OK 當然我們以前 譬如你現在的綠斯萊斯 二手都要百多萬 但是你現在200萬買的 這架電能車i7 其實可能效應又差不多 不過你也要先解決 基本問題 你充電位夠不夠 沒有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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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的 不過有另一個觀點可以提供 對的 也對的 我聽聞說 不知道真的 聽聞說 接下來政府那邊 可能會 可以看看1211 為什麼呢 可能接下來政府的車 全部都會用電能的比亞迪 不奇怪 電能比亞迪 是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 接下來有一個新的車 叫仰望 是不是最貴 一百萬一架 一百萬一架 最貴 最貴 怎麼買到一架這樣的車 要賣一百五萬 說真的 你這個牌子 我真的不知道 你Tesla也沒有這麼貴 是不是 也不是的 我們一起看看車 好 這個真的是專家 大家要看看 BMW 對的 對的 我轉回這個打中文 大家先輕鬆一下 對的 大家可以看看 為什麼要說這個 其實是有關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看 接下來比亞迪 1211可以不可以 對的 這就是i7的圖片 對的 是這樣的 挺漂亮的 挺富豪的 兩百萬一架 當然漂亮 OK 真的可以 可以 對的 是順電動 i7 好漂亮 可以參加多久 喂sir 我先打給一個銷售 如果你有興趣 不是開玩笑 開玩笑而已 見你這麼喜歡 你一定有實力 不過錢未必放在這 很誇張的 我行到多少 續航力 625公里 OK 很厲害 有兩點 挺厲害 我們看看他的片 很漂亮的 中控台 這些 油線型外觀 對不對 先看 用幾十秒 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不過 兩百萬 兩百萬 在香港 買層樓數 首期好過 好了 不要只支持外國的車 我們看看 養望 養望 是 比亞迪 1211 抱歉 然後 看他的 新聞 然後看他的 養望 我不懂得 養望 那兩個字 不要緊 別人休息再找給大家看 始終值得看 公務力點 如果你說 我先說 如果 如果 比亞迪 政府 全面都用 這樣推 對他 可能真的有幫助 有的 大家不要小看 政府官 公務員 要用國貨 老實說 我又覺得 國貨 接下來 是不是所有都是風潮呢 政府官員 是不是全部用華為 用小米 不用Apple 銀行 你知不知道用什麼 全部用中銀 如果你在政府工 現在全部用中銀 那車就全部用給亞迪 我們回顧 那時候 林太 那時候 又出不了糧 很煩 那時候 如果我總之 那我一定出到糧 那你是G.S. 即是政府官員 那都明白的 總之 那些 那些 不是我們說的 講1211 其實今天跌3.8% 有觀眾打仰望 兩隻字給你 我吸不到 我廢了 手殘 打中文 不好意思 轉過剛才和大家玩 找回那個 反而 你看那些 2015 今天依然是跌6.9% 看一隻9868 看一看小鵬 又再穿下去 其實 為小你真的玩完了 為小你已經玩完了 之前我曾經都推介過 理想 在我推介的時候 曾經升了一倍 但之後已經跌倒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由以前說 這個叫做 三大汽車新勢力 現在叫做三傻 現在叫做三傻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 因為之前有一些負面新聞 又說其中一家數字是假的 所以令到大家都覺得不行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 古神沽比亞迪 大家覺得 你這三傻 你怎麼跟比亞迪鬥 古神連龍頭 你全班考第一的高材生 人家都覺得他成績差 其他那些還怎麼玩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會一直這樣下去 我想暫時來說 都不會有太大的憧憬 反而我們早一個月左右 華晨復排 有機會再補一個列口 是啊 他真的慢慢跟你補 他真的慢慢跟你補 我也認真 如果上到藍色線 即是上到五十天線 是不是都確認 會慢慢好一點 有機會想 現在的細頭很漂亮 不用走 反而呢 你買一隻114 rather than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201 但都更厲害 就是這三個月的圖表 你想想他低位過幾 是嗎 是呀 那些反彈 不過當然你列口跌下來的那一刻 你又這樣想 是呀 不過希望正後正後升回 175點看下跌2.2% 兩全三 這些傳統一點的 今天都要跌 都不行了 是呀 可能真的比較難搞少少 不如這樣等我和威Sir 喝一口水 take a break 然後呢 隨意中性 和大家看看 2318 觀眾朋友或者平保 可不可以沽一下他 做一些淡倉 好啊 我也想說一下 與此同時 1138 中遠海能 7.8有貨 那怎麼看呢 東方標榜派特別色又怎麼看呢 轉個頭上 威Sir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OK 在Twitter來了新老闆Elon Musk之後 有一半的員工都被消失 最嚴重的是Twitter內的印度員工 由二百多人變了十幾天 據知情人士透露 被裁員的印度員工主要是負責全球的產品服務和工程師 不只他們 連營銷、公共警察、企業溝通的各個部門都大幅削減這個職位 而在總部 差不多炒了一半的人 有3700人被人辭退 在半年前已經傳出在Elon Musk想收購Twitter的時候 其實員工已經在想自己可不可以繼續HOME OFFICE 畢竟Elon Musk是一個不喜歡HOME OFFICE的老闆 他覺得員工應該聚在一起才可以認到工作最有效率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工作都會保不住 當Elon Musk真正進入Twitter總部的時候 都跟員工說 根本不會有這件事 但沒想過他一升起後就反口 直接就帶裁員 令到員工都不知道怎樣算好 而解僱的方法都很簡單 又不需要跟人事部交流 只是直接一封email的通知 而Elon Musk一開始就在Twitter內部備忘錄通知裁員 而裁員的名單都會通過email發放 大家都覺得命不足以 都不知道幾時會收到這份email 直到星期四 即11月3日 3點到4點左右 員工都開始陸續收到裁員的email 但到11月6日 據彭博指出 部分被辭退的員工都獲得回潮 而且管理層發現這些被認為多餘的員工 其實他們的工作經驗是有了Elon Musk的遠景 因此就向他們再次招手 其實我們又怎會想到有錢人在想什麼 上次都說收購萬年 第二天就說不收購了 那不如做一下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拿起你的滑鼠去訂閱我們 就可以聽到更多財經資訊 給你一段時間 我知道你會做到的事情 跟人工都收到的事情 可以做一次 跟人工都收到的事情 可以做到很久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套任何改革 所有�를穿越нуюiano 任何改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s 好, 再 呈到两方面便要讀了 看看,是umescent car 不能买的 可能每天也能买 就是我弄了一架車模出來 和實物有機會出入 但是BMW那一架就是我幫一下PR朋友 在海港城、郭富城開演唱會那個位置 就是一路上到去 那個叫什麼呢? 什麼X? 那個叫 突然想不起 總之海港城走一走走到 LCX 對,LCX,陸工館樓上再樓上 就放了一架i7 大家可以去看看 挺有趣的 好了,說完車就輕鬆完了 回來講一下股票 觀眾說有幾個問題 回答一下中遠海能 1138 DoubleMay說了LCX 謝謝 1138 中遠海能 7.8有貨怎麼看 1138 買了沒有? 7.8有貨 138 我們先開圖看看 已經開了 其實很簡單看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你現在看到的圖 基本上上市彈了上來 但是很有趣 1138 它又不是彈得很厲害 它沒有跟隨 我剛才說過 恆指紮升了3,700點 但是你看看這隻 它每次去到大概7.7左右 那幾棍 大概這些位置 它就停下來 你看到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這隻 你不要理會了 它自己有自己走的 你不如看回現在的3個頂 就是大概7.7左右 那些水平 總之8元以下 7.8 你給它多一點 那你就差不多 然後下 然後 然後大概在7元以下 6.5到那些位置 你掃回來 這樣做個Range Trading 至少這兩個月 你可以走到兩三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更好 轉個角度說一下 9指 2689 這個號碼很久沒有按過 很久沒有人問過 應該跌得很厲害 看一看 之前也跌得很厲害 真的做回原底抽升 圖表形態不差 威Sir交給你 好 為什麼9指很簡單 因為它的負債本身 那些債都很重 而這些債是用美元計 那美元大家都知道 今年可以升 可不可以再一個圖 可以拉圈 看完之後 為什麼會跌得那麼低 你一看就看到 哇 真的跌得很誇張 反正我還想 如果我還未正式看 它是十六個多 最高位是十六元 最低位是四個多五元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跌幅是跌得比恆子 就是跑輸大市 恆子你以為跌一半厲害嗎 它跌得超過一半 還比恆子 理由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本身有些負債 負債用美元計 而大家都知道 美元升得很厲害 那港幣 雖然你說是聯繫匯率 但是第一 有一個小小的跌幅 第二 要看什麼 就是它本身用美元計 它的息也是美元計 而美國的息是在加 它的利息開始是很重的 所以為什麼 一直這樣跌下來 跌到這些位置 都跌了這麼多 剛才說的負面因素 都跌了超過一半 夠了嗎 這是第一 還有原材料上漲 它最慘就是面對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當然也是通脹 不用說了 這個也是 但是跌到這樣 都差不多了吧 還有剛剛提到 美國債券的資息率 開始掉頭下 通脹開始下 所以大家也會覺得 通脹下 等於原材料的成本 會不會有機會下回一些 接下來有機會 會不會加息的部分 沒有那麼緊 開始因為現在仍然是四分三離 好像沒有變 但是之前說 有機會一加加一離 現在似乎 因為隨著通脹回落 大家覺得 又未必加得那麼緊 所以又好一點 所以現在形成一個原底 有機會抽上去 暫時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挑戰六元流上的水平 觀眾朋友八個三有貨 我看回 比較近一點 應該是今年年頭 8元的橫行物集區 那裏捱一下捱一下 之後都幾慘烈 觀眾朋友問 可不可以交貨現價位 如果真的做到原底抽星 只剩下六元多的時候 這一口可不可以交少少貨呢 現價補5元7 如果它可以下回大約五個二左右 即是那條五十天線 五個兩號四 五個兩號半左右 這些位置 那你就試試混一混 如果八個三個那裏 如果你不做一些交貨操作 就比較難回到家鄉 短期來說比較難 因為你看到二百五十天線 這條上面這條 很遠 但是只是說六個幾 如果你不交貨 又真的比較難回到家鄉 希望幫到觀眾朋友 轉個角度 講完二三一八 講完二三一八 我就想跟葵Sir說點內訪 中國平安可不可以做淡倉 中國平安可不可以做淡倉 你烈口上的早幾天 中國平安可不可以做淡了很多 看到了近段時間 國市當然會彈 另外就是為什麼近段時間的保險股 會跌得這麼厲害 特別是平保呢 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他們本身 很多保險公司 每個月大家供保險 每個月保險公司拿了很多錢 拿些錢放在那裡是沒有用的 他們通常怎樣呢 就買些債券收下息 但大家都記得 美國債券之前 資息率不斷向上升 代表什麼 美國債券價格不斷下跌 你買了很多債 但是債券價格下跌 就算你買香港的iBond 之前都在下跌 你陸債的跌到九十多元 都下跌 陸債的跌到九十多元 陸債又不知上了一百元 可以看看 可能會輸 我幫你按一下 你慢慢說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持有這麼多債券 而債券價格下跌 那你自然是否公穩價值 要有一個變動 那整間公司的股值就低了 因為你持有的資產縮了水 很簡單 就是這樣跌 另外還有一件事 屋樓兼逢年月月 就是內房那邊 內房 大家都記得 那時候爛尾樓 又怕還不到債 其中除了買債之外 也會有買一些內房的票據 簡單來說 都是債券的一種 總之 我怕它還不到 所以 這樣跌下來 跌得那麼金 好了 但是現在隨著內房的問題 這次好像解決了 內房也彈了很多 然後 另外 剛才也說到 美國十年期債券資息率 落到現在 3.6厘了 4厘樓上 一直下降 就是說債券價格 見底 上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價格就一直這樣上 我現在看著平保怎樣玩 它有一個很大的列口 看這個深紅色的列口 這個低位是什麼 這一天的低位是什麼 這一天的低位是什麼 四十一元幾 四十一個幾 你看著這個列口的頂部 這個位置 應該有個支持 如果有機會落到這些位置 你就可以買回來 它之前本身買了沒有 沒有 如果你說想做淡倉 淡倉它最多落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四十一個幾 現在四十三 你兩元左右 你看看值不值得 你自己可以 兩元左右都有3% 我猜大家會做一些衍生工具 你看看怎樣 你說沒有水位又不是 但你說很多又不是 你看著這樣做 是 按一下六債 看看 4252 原來叫做 4252 按 九十五 你看一隻債券 債券 都跌到這樣 其實會不會補底 政府會補回100元 給你 債券持有人 到期一定是用100元 跟你拿回 是的 但是你就沒有水執了 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100元買回來 就是你本來認購的那些人 是100元認購的 那你現在就是100元拿回去 因為拿回去會有息的呢 有 都是繼續每半年派一次息 是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買有好處 除了每半年收一次息之外 還有就是你可以賺那個 大概五元左右 你當現在九十五元 希望回去吧 到時候100元還給你 不是 100元還給你就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半年是什麼時候 一年之後 就是要坐到下年五月 你看它什麼時候到期 派息就是半年派一次 但是到期之後 你看這隻是二零 二五零 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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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三年期的 哦 三年之後就會原價給 是的 因為這個Greenborn 我覺得是紀念品來的 我覺得它接下來不會再出 是嗎 我覺得是 是啊 它上次出完之後都給媽媽聲 是的 第一就跌穿了 搞到大家覺得 連想賺餐茶都沒有 第二就是覺得顏色都不足 保證2.5里而已 剛剛有個活動的時候 我記得剛剛出完之後 我跟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前局長陳家強博士去聊天 陳家強博士說 不是啊 我那個年代的iBond 都有錢賺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有 那怎麼同啊 那個年代外面的顏色都不是這樣啊 大哥 現在的顏色怎麼同啊 你當年iBond有兩厘 已經叫很好啊 因為外面沒有顏色 接近零的嘛 你現在有2.5厘又怎樣 外面有4-5厘色 你哪裡吸引啊 是的 說兩句說 恆子呢 跌少了 現在跌231點左右 大事成交金額 阿龜樂也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稍微有少許轉經 但是我想說 這個配股 對於股民來說 你覺得是 再踢一腳 還是真的有一個 絕處逢生的曙光出現呢 你怎麼看啊 韋Sir 這樣真的嚇到股民了 你想想你現在隨便買一隻 你怕不怕 我當你買了龍湖 那你怕不怕 他接下來會配股呢 不怕 你隨便選一隻 你都怕隨時會配股 除了有些2007 他講了配股之後 沒有得再配置在短期內 還有他一配就什麼呢 一折讓行限的 17.8%折讓 都大折讓的 一跌跌17% 你的股份隨時 你想想 你怕不怕 你不是說小折讓配 你這樣變成 大家現在都害怕 所以為什麼你說這麼多措施出來 第一 因為都彈了很多 對不對 第二 一彈你個個都去 加水 立即運股 或者去配股 還要大折讓配股 那當然是害怕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 都不知道下一隻到哪隻 碧桂圓 這個都順帶一提 關於配股 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當股份 踢高上去 一升升成一倍 有多 升了很多 然後在高位 就跟你說折讓配股 這些很典型 如果大家看到 那些公司本身很等錢使用 怎樣看得到等錢使用 譬如這些 負債很高 特別是短期負債 短期負債 他有說公司的短期負債多少億 而你看回他的短期資金 根本都不夠還債 這些時候 即是說他很等錢使用 不是你怎樣還 很等錢使用 而股價短期內突然急升 你是個老闆 你會怎樣做 立即折讓配股市場 卡水 不用想 先保持現金流 不過其實960 即是民企示範單位 其實他的負債沒什麼問題 他自己出年部 所以他還未宣布大切揚配股 但究竟會不會呢 我寧願它發生了 可能是2007 或者亞居樂 還還好 起碼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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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搞到什麼 為什麼要死呢 就是搞到人心惶惶 搞到現在大家都害怕 都不知道怎樣 怎麼搞 那些水泥 之前小弟也玩了一圈 那也要走一點 因為有贏就走 厲害 哎呀 找中求成 真的很便宜 2.8 2.8 3元的1313 你看他的息率十厘 是啊 你看看那些海螺 那些海螺 哇 我想說 除非大陸真的完全不起東西 或者遲些一輩子不再用水泥 是啊 這個光景 是你想像不到的 但我當然想不到 水泥股會再繼續瘋狂式爆升 我覺得到這些時候 又要走一段很長的時間 對 你始終內房現在 說真的內房就算你夠也好 肯定不是以前那些 要限購令限價令那些 現在反過來鼓勵你去買 所以水泥股 你說接下來有沒有很大的升幅呢 又難一點 轉個角度說 398東方表行 出了份業績 你很熟悉這隻 我有溫習他的份業績 他的份業績其實都 按年比當然要倒退 這個當然 沒有大陸的遊客來買標 還有香港的人又開始 你看到這兩餐飯店到處都是 為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 光景不好 最慘的是 那些錶為什麼會跌價 我都知道 那錶跌價呢 就是因為 因為風關 首先說完 很貴貴 你現在 就算我買錶 可能在吉祥子站買好過 在日本買不好 對嗎 或者在其他地方買 可能讓紙稅便宜一點 以你的專業的角度 提醒觀眾 其實在日本買的錶 是不是不是那麼穩固的 不是的 有幾間都可以的 可以嗎 那些職目標 非英國 非去歐洲 那些榜又跌 現在好像在英國唐人街 都多了很多錶店 其實我在歐洲買的 是不是比較便宜 總之 我只知道 英國唐人街多了很多的錶店 都是香港人開過去的 真的慘 那香港人開過去 那些錶好像 信譽都挺良好 那它會對折 因為去英國要輸 它要坐貨 所以你在英國唐人街 那些錶店買的錶 可能比在日本買 OK 竟然是這樣 那大家又很露素 真度是高一點 OK 只是這樣 那大家再研究一下 但我有留意東方表看的業績 就是 它很聰明 你知道它維持很穩定的現金樓 要不然沒有那麼多錢派息 手套現金很多 勾派息很多 而且它會收拾一些舖 我欣賞 它說有些舖 如果沒有盈利能力 和租是貴 它會減 這個是需要 我覺得 這些都是百年基業 有時候你都以為管理層 就是欣賢一點 我開開這麼多間店舖 我不做一些大舉措 開開就開 它不是 我真的會選擇架構 這個對它的成本 控制 按下的成本是有效的 OK 你看回今年 東方標項 你當恆子 賣了來去多萬四 萬五 其實它沒有怎麼做 還有一個範疇 讓你解決 那兩個箱底都很靠你 即是這兩個箱底 可以的 而且它加油的 它的賣錢支撐都有高的 是 繼續右派特別股息 你看到現在它的周息率 都整個十八里 是幾誇張 我覺得是OK的 OK的 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 進去賺一下價錢 有機會挑戰一下這個位置 4.5元的位置 大家自己看看 這個角度不如跟威Sir說一下匯控 去了這些水平 匯控其實挺堅挺的 但是他又補不到 他又上不回45元 給點時間 其實今天早上 譬如我做電台 很多長者聽眾 都問那隻匯控怎麼辦 差那一元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因為梁獨番 那些長者都不是傻 他40元 41元會混貨 但是他大底那一手貨 都是47元 48元 混一混一混一混 現在走又要虧手續費 可能又虧千多元 即是說一手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補回裂口 可以等一等 給點耐性 明年2023年 其實匯控在40元的時候 叫大家買的 理由是什麼 也是那幾個原因 我已經講到息背了 哪個原因 第一 他說明年2023年 恢復四次排息 這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第二 就是說會將排息比率 由40%上調到50% 即是說接下來的股息率 現在你看到的股息率 大概是四里幾 但是到時候有機會變成六七里 甚至乎更高 因為他的排息比率會增加 另外集團也說會考慮回購 英鎊那邊也看到 自從換了三個手上 新委成爺上了台之後 英鎊的匯價也暈倒了 沒有之前這樣插進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麼多的因素夾住之下 我覺得是買得過的 拿來坐下 等明年 但是要發酵 因為剛才我說的所有利好因素 都是明年發生的 但是你當然是在這個時候 低位買定 如果你說欠了一元左右 會不會有機會上到呢 我覺得也是大機會的 但是就不是今年 可能要等一等 節目最後呢 看看恆子艷南有什麼機會 市傳 或者中金也有機會 有機會1024 或者這個9626 是不是B站 對 9626 然後有提供潤電 周期股也有些 新經濟股也有些 你看法是怎樣呢 威Sir 我自己猜 現在看看中金那裡 那幾隻 那幾隻 我自己覺得 那幾隻 這幾隻 你可以告訴大家 可以自家 6690 有隻海豐 周期類股份 BillyBilly B站 用電 今天這隻京東健康 要跌 那些大健康概念 要跌 我有一點點戒心 那 反而這隻金碟268 好像有些想法 我不知道 威Sir交給你去幫我們 逐隻分析一下 我自己覺得 當然 當然 如果要選擇 不如先用一些排除法 我先排除了 譬如京東健康 快手 那些 不會碰快 BillyBilly 可能都會差跌 那理由是什麼 因為剛剛也看到 騰訊要拆一隻3690 就是目的 剛剛也說了 又或者你看到 雙11又要再低調一點 似乎不想再放那麼多 我亦都在想 恆子服務公司 會不會不想放太多科網 那類 因為怕市場已經搶到這樣 已經被人說 現在搶得很厲害 但可能入到科子 但未必可以入到恆子 我會猜 那幾隻 所以如果要選擇 會不會 調到康師傅 那些有得想 康師傅 對 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 他不是 反而 他很像 今天剛才提到那麼多隻 基本上每隻都會跌 是康師傅 所以是有得想的 是的 我自己會這樣猜 反而 我覺得有機會 即是我們預測而已 預測而已 預測 今天不知明日是 可能明天跟你倒跌5% 真的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你知恆子 他想的東西 就不是我們的邏輯 但我按邏輯就這麼大 有時候康師傅 又未必有些 smart money 這麼快衝進去 大家就看看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還有潤電 你覺得這類周期股 或者海峰 那些會不會塌 對 潤電 可以 可以 可以自家也是可以的 海峰 那些航運 海峰 這些都可以 這些都可以 但是 有時候我們去做金融分析 太多周期性的股份 是不是也會拖倒行指 扯一扯後退 所以突然就是 要扯走些事情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 染的時候很厲害 你看看三一六 之後 又說波雷的海 乾散貨指數如何如何 然後又說通脹 你看看 這樣 其實他某個盈意上 都扯著行指後腿 一下半下 當然他佔比不高 但你扯了進去 也有個代表性 有些被動基金要增持 對 沒錯 威Sir 你覺得航運股 是不是也是用排除法 我們剔走它 是呀 我會剔走 因為你已經有個三一六 這麼大隻 還有發生什麼事 三一六 順帶一提 如果給我 就不會放些航運股 因為已經建了頂 其實八月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航運已經建了頂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我厲害 反過來 因為我建了幾間上市公司 他們不約而同的跟我說 就是他們現在租的集裝商 即是貨櫃商 運過去的 他們說全部都已經 由最高位的格子 全部都下來了 還有那些旋期 也都已經減價了 他們說現在的生意 沒有之前那麼艱難 幾間都是這樣說的 我可能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三一六 那時候哪有運行 就是大概六月八月 那時候跟我說 連續幾間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那時候 已經建了頂 大家都看到價錢 怎麼下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問是不是還要再這樣推下去呢 就是還要再多放一隻 這樣進去呢 我又覺得 反而放在內需 大家不知道 康師傅的實力 就是內地基本上 即食麵的王者 是啊 幾隻都是這樣 飛機 坐高鐵 坐動車 全部都是康師傅 即是你無可抗力 浪斷了 我真的被威Sir點醒了 看看這隻有沒有機會 即是點一下點燈 好了 節目時間夠了 恆子又跌少了一個較 二百點也不到 不用跌二百點 剛才曾經跌過一百九十幾點 大使成交金額呢 一二零七 一千二百零七億 今天多謝我們的嘉賓 威Sir幫我們坐陣 網紅時間再請你上來做嘉賓 謝謝威Sir 多謝你 拜拜